当女人以这五种方式回复你信息的时候 说明她很想你知道吗 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牵挂她 想念她 当一个女人以这五种方式回复你信息的时候 说明她很想你你知道吗 第一种 你发送给她的消息 或者是你打给她的电话 她会秒回复 会秒接听 不会让你等待 很想你的女人就会满脑子都是你 心里脑袋里整个世界里都是你 这个时候她会翻看手机里的相册 你们一起拍照 你们之间的美好回忆 你们的聊天记录 这时候如果你给她发送消息了 她一定会秒回你 因为她很想你 所以她本来就一直抱着手机 在回忆你们之间的美好 第二种 很想你的女人总是会很想和你在一起 这种情况下 她就会一直来追问你 追问你在哪里 追问你的下落 当女人总是特别关心你在哪里 你在什么位置 这种情况说明她想你了 很想很想你 她问你在哪里 其实她的意思就是在对你说 我想你了 你在哪里呢 你来找我吧 陪陪我 如果她不想你 她是不会跟你讲这么多话的 第三种 很想你的女人会特别喜欢跟你打电话 和你微信视频聊天 当女人总是会主动给你打电话 或者是主动给你发送视频聊天的时候 说明她很想你 她想听听你的声音 她想看看你的样子 因为简单的文字已经无法表达 无法描述她对你的想念和对你的爱 所以她会喜欢打电话给你 喜欢和你视频 第四种 很想你的女人不会对你有所防备 会愿意和你分享 想你的女人会和你分享她的事情 她的生活 她的所见所为 她认为有意思的事情都会和你分享 不要小看了这简单的几句话 这几句话包含着她对你的爱 对你的思念 第五种 很想你的女人一定不会闷口不说话 她对你的想念她会告诉你 会说出来 能直接对你说想你的女人 一定很爱你 一定很想你 男人无论如何都请不要错过了 这样的好女人 错过后悔一生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